很多的第一次都让我感觉到 我突破了自己 用笑容踏进每个苦难缩影 虽然你躺在这边 但是你心想的都是好意好念 以前到现在就真的进步很多了 然后先生又有工作 那就很放心了 他是桃园第一位受证的慈祭委员杨金雪 当年才19岁 生平第一次访试 至今依然汗动心头 我走入这个家庭的时候 我真的很震撼 她还没出病 大体还在 在灵堂都还设在家里头 房子又是租的 出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一岁多的小女生 然后太太又是身怀六甲即将临盆 但是我跟她面谈之后才知道说 她先生往生前 还积欠了医院 二十多万的医药费 杨金雪与岸竹年纪相仿 想起自己也有童年丧父的悲痛 此记录她开始大步向前 1998年大元空难投入前线 那是二月天嘛 一阵风来 不是这个白步掀起来 是一个没头没脚 度破长流 我们都要去接受她 因为她就在我的正前方 我必须要很勇敢地告诉自己 我今天为她祝念 真的是希望王者灵安 贫护访饰 祝老公参 精葬演绎 六十四岁的杨金雪 有四十八年岁月都在做慈祭 还领着大姐 二姐 三姐妹 善得同行 用美化来代表她 她是越挫越勇 越冷 就越开花 她不会因为环境 还是说某种的因素 她就打退党鼓 她跟上人的那种脚步 她不是忠贞不恶的 我能够做到最后一口气 那我很洒脱地跟世界说拜拜 对 跟大家说拜拜 那这样子我觉得就是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报